这盘棋讲解是败走卖城 1982年的冠军行赛 红方浑滑 黑方六大滑 开局是飞向 对战的是骑马 这二红方挺兵 黑方形成平风马战型 那红方正常也应该做成平风马 双方斗功力 那么红方走马三心四 这个棋暂时没有点位啊 那黑方就故意引你上去 因为这个G的下二线很通火啊 上去暂时没用 红方的进炮意思是威胁中路 黑方也就补个式 直接踩的话确实没起 红方现在开始上马 黑方平局先守住 这儿红方上边马 意思呢看住兵在说 那么黑方掌局就准备过来威胁马 将来可能在围炮 所以这个棋啊就比较尴尬 红方就先上马 黑方现在炮退一步 他是担心这个兵三精英啊 偷炮手段 那么这里就退一下 这儿红方补适啊 准备呢出局侧应 看似红方这个子弟过河呀 赖势汹汹 但是呢目前来看啊 黑方也不怕 红方出局之后 他是要走一个跳马将军 黑方就顶住不让 红方现在兵武近一 那黑方选择是回马 这里要踩炮啊 将来可以比如说平炮再围马 手段很多 红方只有先退 达着马 那么黑方拘死尽二 他是要吃炮 所以呢就逼你去吃这个马 那因为你吃完之后呀 将来这个马还是要受围啊 所以这边是没便宜的 红方呢就直接出局了 那黑方直接吃 红方呢现在兵武近一啊 他的目的是把对方这边牵住 缓兵之际啊 七一个子之后 从这边要强力突破 这儿黑方就跑跑平六啊 然后再围这个马 红方平兵先看住 那么他的意思是 你打掉围冲啊 棄子得势 而黑方呢他不打 巨子瓶八 这个棋啊 吃着炮 如果你走马的话 他打着巨啊 所以你不能动 现在就欺负你 看怎么办 那么正常平区去爆炮 他可能就把这个兵给削了 所以红方现在退回 黑方的话到这儿 也是不敢冒然去打 否则担心跳一将啊 爆炮吃了 所以呢这个棋 有一个反偷袭啊 比如说你现在一走吧 将军啊 出来杀一将一被炮就输了 退回的话 他一吃 那么你正常吃炮 他有一个反抽僵很厉害 那么这儿的话 正常啊 退炮回去打 那么他同样是退一步 把巨仇了 所以呢 不同地方这里丢个巨 但是刚才这个棋 你要是吃炮的话 那就直接杀棋了啊 所以红方正一些套路在里面 黑方呢 他也不上当 这儿黑方选择的招法 是足五金一 那么找机会啊 这个巨就可以强行吃嘛 红方呢 先平开也不怕 如果你先吃马的话 他这个狙杀过去 还杀着炮 这儿将来啊 你炮一走 再拱狙一打 这边再吃你一个 就可以聚回狮子 所以黑方想吃马 暂时还不行 他先推一个担子炮 然后呢 找机会去吃 现在红方兵一金 准备从边线为马 那么这时候 如果你去吃啊 他这边啊 正常肯定是要先吃马 否则打双举啊 那么这儿的话 对方啊 还是要躲 所以红方竟然还是可以冲兵过去 所以他不想是这么一个先手啊 黑方就直接阻击了 到这儿的话 红方啊 选择是炮打出去 这个棋啊 如果再去冲兵的话 就比较缓 因为黑方中足 要比他速度更快 啊 这儿的话 你虽然说是可以威胁他 他这个马其实可以上 你正常挺兵的话 他直接就破相了 这破相的意思就在于 我抢掉你的马 打去你肯定要吃 这儿的话 他有一个闪击抓相的手段啊 即便你击掉这个兵 将来也是受攻 黑方又多子又得势啊 当然厉害 所以红方呢纠缠不过 索性先打出去 他的意思是我挑一将 抽你的锯啊 那么现在他不想丢这个子 这儿的话 黑方就掌去抓一下 因为你上马他没有将啊 连弹子炮 把你炮就白吃了 所以红方得先看着炮 再上马踩锯啊 想要骗黑方一个锯齿 黑方这时候就冲上来 踩炮啊 红方也就跳下去 到底是一样 你敢踩炮我踩锯 你敢走锯我打锯 那么黑方先退 非常稳健啊 到这里他退锯再抓你的马 这个马就尴尬了 到这以后红方冲兵啊 黑方也就抓 把这马抓掉还要打锯 红方赶快平开 要跟他换 黑方也就简单吃掉啊 这儿的话你也就吃 双方进交换之后 黑方还是多子 红方呢 在少子情况下 这个马还杀不出去啊 现在虽然说牵住对方 但是黑方随时一进足回马就可以脱身 所以很明显黑方大战优势了 红方呢 强攻没有调任何便宜 那么这儿甩开啊 黑方就掌驹 他不但不走这个进足回马队 而且呢 还准备强行砍炮啊 硬性脱身 红方呢 他不让脱身啊 底线较抽 那么黑方就担子炮 先拦着说啊 看似好像把驹挡住 很稳健 其实他主要是为了平驹抓死炮 你炮一朵抓死啊 所以他这儿就退回啊 黑方再把驹拿出来 红方到这里啊 掌驹齐和 找机会箱啊 把这个马吃掉 那黑方祖武精英就准备发难了 红方也没办法冲啊 黑方这时候就拱掉 红方也只好先向掉 避开对方 小足欢向的手段 那么对方掌驹就是着想啊 有大话到这儿 看到引起希望啊 走得很强硬 红方只有落啊 黑方到这儿的话 先平了一步 这里的话 红方挺编冰 黑方啊 选择的是平炮 这儿把炮拦住 那红方把驹拿起来 就想去对调这个驹 减轻压力 那正常对调之后 这个马太快啊 踩着就上去了 所以呢 黑方他还不对 进了一步 红方也是顺手啊 吃个足 意思是呢 想赶快求和 黑方也接受了 啊 这儿你吃 然后呢 他这个骑选择的是 狙击二 杀上来 准备针对这个编码 做文章啊 那么红方先穿了一将 这儿的话 黑方必然是要退回去对 红方对掉这个驹 是为了减轻压力 然后呢 冲兵 欺负对方弹子炮 黑方的驹进一步 帮马制住 这儿红方 驹进一步 看着兵 准备一将过来 过三兵啊 到这儿虽然少子 但是很顽强啊 黑方进 红方的话 如果你直接过来 不将军 他进泡到下二线 还要抓你马 所以这个骑就换掉 你都有压力 红方临场就先回马 那么黑方就平足 准备小足抓马 这马上不去 他要落相 强行上 黑方一冲 红方一上 这个鞠过来 准备到底线抓相 招法是非常凶狠啊 红方也就上 一般人可能会压住马吧 刘大华也是不怕 你上就上吧 我这个足下来拱相 红方已经顾不得这个相 赶快上马去卧槽 黑方的弹子炮在下二线 他不怕 直接平足过来 这样的话 准备必要受破事啊 上马的意思是 鞠可以过来 吃对方的足 你要吃鞭 我可以将军 抽你的鞠 现在黑方直接 杀底相 这个招法很凶狠 赶快把这个足够赶走 平炮 准备杀底试啊 你吃我一个足 我杀一张 退一张抽你的鞠 那么红方就又补 黑方顺势又一张 到这儿的话 直接不试打了 红方也只有吃 没办法 守得很顽强 但是毕竟这个鞠啊 人家占优 直接不必吃掉 丝毫不手软 那么进鞠看中马 是避免这个退鞠啊 抓双 这儿的话 黑方先知识 那有方中炮手段 有打马的手段 红方只能先跳一张 希望对方垫炮 黑方出将 他还是要方中炮 方中炮的好处在于 你要补视将死 你要出去的话 炮到平五之后 再炮平四啊 就打死鞠了 所以仰看叫杀抽剧啊 红方就退回杀底试 黑方先不且再说 红方平兵 黑方就甩炮 这儿的话 红方对局希望求和 那么下方之中 胡仁华受的确实顽强 一旦一对局 确实是引起难度很大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他就举甩过来 这儿你冲兵 也是希望对杀一下 他一将 那么这里啊 上 然后呢 平炮被举挡住 准备呢 必要时候三子成杀 对方一将 准备底线威胁啊 他这个平炮 意思是将军 他可以落相 不愿意把炮退回去 如果炮退回去的话 被他兵拱两步 把炮抓死 就不好赢了 那么这儿啊 点将 这里的话 甩过来吃兵 现在将落相 到这儿的话 还是要退回来 准备吃双炮 那么这里浸泡 这儿的话 踩炮 他平炮就杀 踩 这一将 踩掉 吃掉 虽然说他守得很顽强 这里又要吃兵 又要打相啊 所以这个单吃相 肯定守不住 到这里 胡荣华也吃好人输 那就大华获胜 这儿就要吃了